我們今天在政治新聞 我們發覺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德國其實是被俄羅斯捏著春袋 雖然是一個很不文雅的比喻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在我們做節目的 大概前幾個小時的時間 俄羅斯宣布它停止向德國供應 就是長期停止向德國供應這個天然氣的 理論上這個問題就不是一個科學生之下問題 但是因為這個能源的短缺 導致了德國現在在開發新的Hydrogen的能源 不停止德國 例如說遠一點的背景 可以數回到2011年那個日本的福島地震 其實在福島之後呢 都對整個世界的能源 其中一個震撼就是很多國家是決意去放棄這個核能 比如起碼就是說 還好不要將那些舊有的反應堆 繼續延長受命呢 其實很多國家都是 就是因為出了意外呢 你發覺突然之間有些 即時要停核 全面停核那些人的呼聲又很得勢 很得力的了 其中就是德國是當時是 其中一個國家是率先宣布全面棄核的 它定了一個目標 定了一個時間表的 但是能源需求繼續有在那裡 你沒有核能 你要找東西去填補 其實它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它是要買俄羅斯的天然氣來做填補 其實我覺得都挺諷刺的 就是 其實開頭呢 開頭就說 其實很多德國的核能 它自己不用 但是原來它跟法國買而已 法國就從頭到尾都沒有宣布放棄核能的 但是後來又被人笑了 你自己不建 只不過是買法國的核電不行的 結果它天然氣那裡 就跟俄羅斯買很多 到現在天然氣那裡 又被人捏著的時候又怎樣呢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又有一個 在對於那個能源偏配 和怎樣去達到環保的目標 那裡你會發覺很多的一種 由政治壓力 或者由這個社會的現實 給出來的一些的轉變 那我們可不可以回顧一下 就是那個在歐洲裏面 他們對那個氫氣 這個氫墜變的能源 是的 兩回事要小心 我們很多時候說氫的能源 首先氫會爆炸的 你就這樣燒那個氫 它都會有能量給出來的 那個能量很厲害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最近看到 這幾天就說香港會引入一些 氫燃料的巴士 那未來就會在那個街上走這樣 那有人就說 哇 爆很大件事了 那當然了 現在也有石油氣的士 如果爆一樣可以很大件事 但是氫的潛在危險可以更加高 那所以怎樣安全地運用 我如果是想透過燒一些氫來去獲取能量 那這樣東西是要很小心處理的 就這樣燒氫它出來的 就會給熱和會給水氣出來 那就不會有意有發炭的 所以我們認為燒氫氣來獲取能量 是一樣很合乎環境效益的東西來的 但是當然了 問題是你怎樣得到這些氫氣出來的 你是用很骯髒的手法得到這些氫氣 還是用很乾淨很環保的手法得到這些氫氣出來的 如果不是 你要用很骯髒的手法才得到這些氫氣 其實你只不過是將那些污染問題集中在某個地方 掃到地震底裡而已 但是如果你說到氫墜變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一直以來講的叫核墜變能源 它說的不是一種化學燃燒反應 而是核子反應來的 那這個我們今天知道 那就是兩樣東西是不同的層次 剛才我們說的 燒氫的 那是一個化學的過程來的 但是如果譬如說氫墜變是一個物理學的過程來的 是 其實是一種紫物理學的問題來的 但是你說如果 其實這樣說 那個是另一個話題 我們遲一下就等到有一些更新的進展再跟大家講 但是其實說真的 在這一兩年之間 那個叫做用氫來進行核墜變技術的擴展 競爭越來越激烈 不只是一個國家和一個陣營這樣在鬥快去爭 而是私人企業是異軍特起的 我們之前講過 譬如說中國經常說 整人做太陽又怎樣 接著在那個歐盟又整了一個 美國又在那裏做 英國又在那裏做 去開發到商業用的核墜變能源技術 就利用一些氫及其同位數去高溫 去產生墜變 放出來那個核能 來去產生能量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 譬如說在市面上行走 巴士載著勒縮氫氣來去行走的那些 就純粹是一個化學反應 你將氫燒了去 產生水氣 和放出能量的那種這樣的化學反應 其實就慢慢的 其實我自己一向不是太喜歡去理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氫實就太危險了 你將它變成一個在街上周圍走的東西 如果你說工程不學上的人 能夠將它的風險壓到很低 那我壓到低到某一個程度 我會可以接受到 但是實際上我們距離這件事有多近呢 我自己不敢講 當然如果接下來的巴士 如果沒有什麼希望沒有什麼大件事的事情發生 那暫時你就這樣講 你看看石油汽車 那暫時 石油汽的士那些 也都未至於有很嚴重的事情發生過 就是大家不要再將那個 如果氫能源推動的那些交通工具 不要將它和以前一百年前那艘飛船 那艘輕的飛船來做等號 我也都相信除了工程的力量越來越強大 我們能夠駕馭得到 我們為什麼要特意去執行這個氫的能源來講呢 因為的而且技術相對越來越成熟 所以它會越來越普及 但是更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些氫的能源屬不屬於環保能源 屬不屬於綠色能源呢 那原來這個報道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有一些新的觀念 你接受不接受 好像是嘗試了解一下 就是說很多時候一個的能源 我們以往就很容易劃分了 燒一些東西出來就不環保的 然後就是用那些 就是總之化石原料或者炭氫原料去燃燒 就不是環保的 因為它出來的污染物是散到周圍都是 然後我們說核能是不環保的 因為出來的廢料萬一散到周圍都是 又是不可以復原的 另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能源呢 我們說太陽能、風能 這些叫可再生能源 我們很容易就用了一種 你只要是屬於那類的東西 就只能夠是那類的 我們會不會出現說 這個太陽能是可以同時不環保和環保的呢 我們很少去想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慢慢我們要儘量避免這一種這樣的想法 我自己來說 我不是一個非常之激進的太陽能的粉絲 因為只要你越了解太陽能 它那個所需要的器具 和那些器具 如果是氣質涉及到的材料 很多時候就會需要一些重金屬的元素 你去丟棄它也可以產生很大的污染 所以你說太陽能是否一個絕對的可再生能源 或者是一個絕對環保的能源呢 是要很視乎你怎樣去小心處理它的器件 同樣是風電的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可能周邊有很多國家 狂起這些風力的發電機組 很多把風扇在海裡轉轉轉 我們說全部都起風扇就行了 哇 風啊 變了能力 又不會有污染 有時候你說有個颱風龍捲空捲過來就更好 這個就是很天真想法 但是因為那些風力發電的機組是很容易壞的 你壞的是要維修 是要耗費能源 有一個保養成本的 你做的事情是否耐用 你越不耐用 對環境的損害可以越大 所以你會不會說風電絕對是一個環保能源呢 我會覺得視乎我們的技術成不順的程度 你如果擴充地去想 其實就算我們燒氫氣我們也是 一個氫氣作為一種氣體燃燒 我們去獲取能量 是什麽一個環保能源呢 由那個化學式去看它可以是 但是接下來我們一定要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去獲取這些氫氣的過程之中 有沒有產生更加多的污染呢 核能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去開採這些燃料過程之中 有沒有產生更大的污染 或者耗費了更加多的能量呢 這個我們一定要考慮清楚 才合乎我們的能源和效益 現在在英國衛報的最新報道 它就可以向大家介紹 其實我們這些輕的能源 例如接下來的氫氣巴士那些能源 其實都有分環保能源 與環保的輕能源和不環保的輕能源 其實就要這樣去分 那或者台長如果問你 就是有沒有一些不環保的輕能源 你會不會都想到 會有什麽情況發生這樣的事 我最初第一個印象我想的就是 譬如我燒煤 燒煤很簡單 整個天空都黑了 香港廠我們不燒煤 或者以前燒煤 現在不燒煤 但是如果我燒氫氣的話 我會有什麽的副產品會發生 沒有 只有水 只有水 很乾淨 但是問題就是你開採的時候 那這裏又要問一下各位聽眾 也可以想一下 我們怎麽去獲取氫氣 煤我們就懂得去地方 找一個掘出來 就是煤 它就儲藏了一粒粒的東西 石油我們開採它出來 它就會是我們再可能有些分流去提電 氫氣不是說你去一個礦 它有一個氫氣礦這樣掘出來 很多時候氫氣 你要在一些現有的材料裡 將它掘出來 即是將它硬去扯出來 而這個過程往往需要很多的能源 譬如說 我用煤來發電 去電解水 令到電解水的過程之中 給我出回氫氣和氧氣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 那你也聽到了 是要燒煤的 如果我要燒煤來採氫 那其實這不是一個環保的方法 我聽到我覺得是賺品 今天是賺品 就是賺品 如果你發現原來全部的氫 你都要這樣做的時候 就真的要賺品 那些我們叫做黑色的氫氣能源 就不是綠色能源來的 是黑色能源來的 因為它需要燒到煤 換句話 有沒有綠色的氫氣能源呢 有的 如果你去開採氫氣的過程之中 你是用 有人說 可能需要用到一些光合作用的 就是一個Fran來幫忙 其實就是用太陽能 你用太陽能 一些分解的方法 來將氫氣分出來 原本你是 或者太陽光 你不知道是可能經歷一個 將它照射變成發電 有電 那個電就最容易幫我們去做電解 將一些水 把氫氣分出來 把氫氣分出來 和氧氣分出來 那氧氣我們一定會用的 然後那些氫的東西 我們就拿來做能源 如果整個過程裏面 我們是沒有去 在地球上面 有更加多的碳排放 沒有浪費其他額外 沒有在地球上 硬去燒其他多東西 去獲取這些氫氣 那這些就叫做綠色氫氣能源 是這樣的意思 有些很有趣 有些是介乎兩者之間 是藍色氫氣能源 那又為什麼呢 我剛才講到的 其中一種方法 可能你用化石原料發電 來將氫氣去電解 但是化石原料去燃燒的時候 大量產生這些二氧化碳 如果這些二氧化碳 不是亂被排放去到大氣那裡 而是我們是完整地把它收集 甚至繃到地底 英國很喜歡玩這些 很喜歡研究這些 我們以前的科學生有講過的 就是研究一些方法 將空氣或者在其他工業生產 燃燒過程之中 產生出來的二氧化碳 收集回來 有些就派出去 賣出去給人用 有些就把它繃到地底 那些廢氣的礦場 繃到地底那裡 將它儲存在 就不會去大氣那裡 不在大氣那裡 就不算是大氣碳排荒 於是就不會變成溫室氣體 那如果這些對於周圍的環境 沒有損害的 這些被控制著的 這些獲得氫氣的過程 我們就會叫做藍色的氫氣能源 其實在這裡也要提一提 就是最近歐盟才開了 歐洲會議才開了會 就決定了就是 天然氣在某一些場合 是算是環保能源 我不用綠色能源這個字 就是它是一個環保的能源 它是可以能夠做到 對地球是不損害的 就是說你燃燒過程之中 它的氣體 你能夠懂得把那些有害的氣體收集的時候 如果純粹只剩下一些水氣排出來 我們就當它是乾淨的能源 你想一下就是 很多時候那個能源本身 是否屬於環保呢 其實是會取決於我們事前開採的方法 和事後處理的方法 我會覺得這樣才是一個更加可持續性的定義 所以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我會覺得 基本上人的人緣沒有什麼 不會是污染的 基本上所有人產生的能源都是污染的 可以的 問題是程度去到多少 核能都是 是的 有人說 如果核能在一個可備控制 負責任地使用的時候 都是乾淨的 的確它的碳排放相對少 但是其它污染的東西是相對多的 但是當然如果去到那些核聚變能源 那又會少些這類的問題 也就是說 看你 其實那樣東西 能不能夠成為一個環保 及可再生 可持續的能源呢 就很 現在我們多了一個叫做 工程學上的考量 那你覺得工程學上的考量 其實就不少不少 也都是 有了這個 人類人為的因素在裡面 這樣 是的 這個問題本身都很有趣的 因為我奇怪的地方就是 在自然界其實那個能源的出現 是不是只有一種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看到太陽 就是這種發光的模式 是不是自然間只有一種能源的出現 我會這樣說 我們很多獲取能源的模式 原來很多時候 如果你去追本素源 是來自太陽的 比如你說風力 那風力其實就是說 代表著它是對於 來自地球的氣候的現象 地球為什麼會有氣候現象 你如果沒有太陽 是不會有這件事情的 是太陽它不停的 圓圓不絕 去將它的能量 投放在地球上 所以我們有這個 這樣的氣候現象 我們會打風啊 會下雨這些 你沒有太陽 你基本上少很多這些事情發生 光合作用這些都是 你光的光就是太陽光 即是你植物生長這些東西 甚至乎你去生棵樹出來 讓你去燒 那棵樹為什麼會生出來呢 你會發覺原先的能源 都是來自太陽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能源 你可以追本到 最本身的根源就是太陽 但是也有些不是 有些比如說是石油啊 煤那些 很多時候基本上 就伴隨著地球 整個太陽是形成的時候 就已經將那些有機物 鎖在那裡了 那個能量就不需要來自太陽 但是可能是來自它形成的時候 宇宙賦予它本身的一些能量 就在那裡 嗯 好了 大家看到了 那個畫面有些技術的故障 不要緊的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我就是你的鼻子 對 你 感谢观看